在韩国,近年来,有越来越多年过30的未婚青年,还是与父母居住在一起,被韩国社会称为肯老族。 央视财经报道,今年36岁的尹兴明与父母一起居住,每天从家里到首尔上班,往返要将近三个小时的车程。 他的月薪折合约人民币1.4万元,处于韩国同龄人月收入的平均水准。 但若要在通勤方便地方买房子,需要不吃不喝15年,这使得他对自立望而却步。 他表示,即使在公司附近租房子也非常有压力,暂时还没有结婚打算,和父母一起住比较经济。 韩国30至39岁的未婚人口中,有超过一半的人仍与父母同住阶级生活。 原因是韩国经济低迷,年轻一代买房难,就业难以及收入的不稳定。 从2017年以来,首尔市房价累计涨幅达45%,而韩国绝大部分青年就职中小企业,月均收入不到大企业员工的一半。 面对飞涨的物价,巨大的经济负担,让韩国青年不得不选择继续和父母一起生活。 专家指出,韩国高学历的求职者很多,但是能满足他们条件的岗位有限。 一部分人宁可在家闲住,也不愿意将就,成为社会的负担。 目前韩国正在加大对中小企业的雇佣补补贴力度,在吸引青年就业的同时提高工资待遇。 不仅如此,去年底韩国还出台了扩大青年住宅供给的五年计划, 为青年发放租房低息贷款等支援,鼓励他们离开父母独立生活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